把握時間來再為聽眾朋友們解答一個問題 這是聽眾朋友們在我們24小時的留言電話留言道 他在講說他們家的小孩在這段時間 常常在玩網路上的遊戲 讓自己的課業非常的荒廢 常常都不按時交功課 那怎麼樣子可以讓小孩子 戒掉玩電玩的這個壞習慣 因為每次玩電動玩具的時候都會費寢忘食 不會按時吃飯 不會按時交功課 怎麼樣才能夠把這件事情處理好呢 而且還不會傷害到這個爸爸媽媽中間的這個感情 因為爸媽跟小孩如果在這個管理的時候 太過於這個嚴格的話 常常會讓小孩子這個玻璃心 然後很不開心 父母跟小孩關係會比較不好 怎麼樣解決這樣的一個問題 今天呢我們科大小天使為大家找到的 這是我們Montibello學區的小學老師 這是我們Kony Song Kony Song應該是我們的孫老師吧 我們請孫老師幫我們解答一下 但因為他平常比較忙碌喔 所以他先幫我們把問題的這個答案 已經先錄好了 我們一塊來聽一下這個孫老師是怎麼樣做解答的 請說 這位家長的問題我想可能是現在8-90%的家長 都正在遇到同樣的問題吧 我想我們可以分成兩個部分來回答 第一個部分是孩子玩電子遊戲的時間太多 那麼無論孩子的年齡是甚麼 我想第一步家長要和孩子做的事情 可能是和他討論一下 什麼是他在這個年齡合適玩電動遊戲的時間 和他商量 當你們有一個確定的答案之後 家長就一定要執行 如果沒有辦法有效的執行的時候 那麼你們可能要重新的再討論一下 當時設定的時間是不是不合適 不合理 要做甚麼樣的改變 重點其實是在於 家長是不是能夠執行你們所要做的決定 你們所決定要做的 若是家長沒有辦法執行的話 那麼孩子當然會選擇沒有限制的打電動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想要做簡單的事情 不是嗎 包括家長在內 所以若是家長只是想要限制孩子 但是自己沒有時間或是精力 而只是盼望能夠讓孩子自己去管理自己的話 這個是一件不容易發生的事情 若是要讓孩子能夠離開電動玩具的捆綁 家長必須要花時間陪他做一些他愛做的事情 家裡面必須要有別的可以吸引他的地方 才能夠有效的將他從電子遊戲的捆綁當中吸引出來 那麼第二個問題是他不做功課的這件事情 若是小一點的孩子 家長有花一點時間陪伴他一起寫功課嗎 那麼寫完功課後 家長能夠和他一起享受一點娛樂的活動嗎 我想我們必須要知道在這個疫情的當中 孩子們其實已經失去了很多正常生活當中 能夠游泳的朋友還有學校的活動 若是在家中剩下的就是寫功課跟讀書 那麼我想他們有動力來完成功課應該是可以了解的 那麼如果是大一點的孩子 如果是家長們可能還要再觀察他們是不是在對其他的事情也都完全失去興趣了呢 譬如說他會失眠不想吃飯 那若是家長感覺到孩子整體的情況都不太好的時候 可能就要尋求專業的輔導來幫助他度過這個非常困難的時間 另外無論他在哪一個年級當他不做功課的時候 我相信在學校的部分一定是會有一些自然後果 那麼在家中可能也需要有一些的後果 比如說當他做功課的時候可以有什麼樣的獎勵 當功課沒有教的時候又會有什麼樣的懲罰 什麼時候可以得到獎勵 什麼時候會有懲罰 這個條件要非常的清楚 最好一開始的時候呢 不要設定這個條件設得太困難 讓他能夠有機會得到這個獎勵 慢慢的讓做功課成為一個習慣之後 就不需要這麼多的獎勵了 總而言之我要鼓勵家長們 在這個非常困難的疫情的時段當中 要多多的了解孩子 給他們同理心更多的陪伴 更多的了解和認識孩子們的心情和他們的需要 這樣子呢 我們就不會白白的浪費和孩子們 每天24小時相處的這些時間了 希望這樣子能夠回答到家長的問題 超級好的一個解答天啊 真的是很棒哦 我學到非常多的東西 其實裡面內容非常多 我們會把它列在我們華語電視的這個頻道上面 讓聽眾朋友們觀眾朋友們 或者是在看我們YouTube的這個所有人呢 都可以仔細看到他剛剛所列出來的這六點哦 溝通執行還要吸引他另外要陪伴 還有前因後果要有賞罰分明哦 再次感謝我們的Conny Sun 我們的孫老師非常讚的解答 但我們今天時間不夠了 期待下次可以跟你學到更多的東西 無視不登三寶店有時空中 來相見我們下次再會 Bye